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毕竟豪哥帮他干了很多事 例如投内裤奶灶 喵肥婆冲凉等等 豪哥去阿珍的餐厅见他 他连忙道歉 他丢下那么大的包袱给他扛 他没有怪他 阿珍把豪哥介绍给阿盈认识 哦 原来书信里的豪哥就是他 虽然头发少了一点 但是看起来忠厚老师 老大百大兽请了所有的兄弟来喝酒 他的儿子浩南在搞赌博 哎呀 字头里的第二把交椅的儿子乌鸦来到 乌鸦一开始就赢了浩南一笔钱 浩南一直挑破他 讲他没用 一直靠老豆 他们打了起来 还好老大出手阻止 老二也来了 替老大亲生 老大希望豪哥能够回来帮手 可惜他刚出狱 他还不想干匪事 阿盈和豪哥一起去逛街吃冰淇淋 玩到很开心 字眼仔 安念阿盈很久了 他在等着阿盈的归来 因为说好的 会去看陈奕迅的演唱会 他终于回来了 干你呢 又说和我看 又放我鸽子 阿盈也很生气的跑去楼上 字眼仔也跑得出去 豪哥说 那么凶干嘛 你是欺负他是不是 不是不是 你改天再来哄回他 不然 我会给你好看 一晚 浩南去闹事 居然去踩乌鸦的场 浩南被老二给抓到了 Mark知道此事 立刻豪哥去救浩南 老二 给面子我 放过他吧 你凭什么 我就凭我这把枪 冒着生命危险 豪哥拼了老命 救了浩南出去 老大说 这个谁睡宅 只是城市不足 百事有余 睡宅 别那么蠢了 豪哥在阿正家疗伤 阿盈看到也很心疼 这个时刻 阿盈 他想要了 Garina 你干嘛 豪哥很激动 叫他滚回去房间 立刻 是立刻 阿盈哭着回去房间 阿正去安慰阿盈 阿盈说 我已经是大人了 难道我喜欢豪哥也不行吗 豪哥闯进来说 你不可以喜欢我 是我杀掉你爸爸的 阿正想要阻止豪哥说出真相 可惜只是包不住火的 最终连阿正也承认了 他就是阿盈爸爸的杀父仇人 阿盈抢了豪哥的枪 你干嘛 别这样 阿盈想自杀 还好有豪哥枪口打鞭 只是弄上自己的头 几天过去了 阿盈冷静下来 终于原谅了豪哥 还告诉他 他会去马来西亚生造 豪哥说 好啊 他全力支持 他说 其实阿正这几年来 一直都等着他的回来 难道你还不明白 嗯 我有分寸 这时 饰演者来探望阿盈 看到豪哥就想跑啊 豪哥叫他别怕 来看阿盈 没花 怎么像话 他带他去买花 他还说 阿盈想去马来西亚生造 哪里 那么瞧 我也想去 那么太好了 真棒 这时 浩南又去闹市 这次居然把乌鸦给杀习了 老二看到儿子的尸首 真的很心痛 没儿子送中 这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 要以牙还牙 老二叫了手下去杀掉老大 哇 原来老大有个恶武仔 暴露他的行众 给老二知道 豪哥和阿正送阿盈去机场 Mark找他有事 老大挂了 豪哥去任领厮守 他去路骂浩南 你看你 爸爸给你害死了 要威 要威 真的不懂你在想什么 老豆啊 老豆啊 老二来殡仪馆 击败老大 当要看看老大的面容时 豪哥躲在棺材里头 抢铃鱼弹 快把店员给关掉 还有关门啊 宠明啊 老二的全部手下 都沾到荧光粉 在黑暗中 豪哥轻易的把他们给干掉 老二想逃啊 干一呢 想跑 豪哥用棺材撞老二下楼 老二死掉了 豪哥想带阿正和他的兄弟一起离开 上到车车 豪哥说 你们先去码头等我 我还有事没办 他去找恶武仔啊 他拿枪指责恶武仔 你为什么要出卖老大 Why 我不想的啊 豪哥 我真的不想的 别杀我 这时他的女儿出来了 豪哥想起 想当年 杀死阿盈老爸的场景 他犹豫了 哇干 恶武仔 开枪打中豪哥的心口 豪哥回枪 射袭恶武仔 女儿目睹爸爸被杀死 爸爸爸爸 这时 麦和浩南来到 豪哥说 浩南 以后你要争气啊 别让老大失望 还有帮我告诉阿珍 是我辜负了他 是我没用 阿珍独自一人 来到码头等着豪哥的到来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做多坏事的人 一定会有报应的 所以别做坏事 多做点善事吧 好了今天的故事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